我们吃的香蕉居然也会有灭绝的风险 这是真的吗 小编在这里跟你说 一点也不假 听我讲完整个故事 你就知道了 在全世界 香蕉备受的热爱程度 明灭前茅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香蕉已经面临了大面积的灭绝 那时的香蕉名为大麦克香蕉 它味道奶香浓郁 和现在的香蕉并不太一样 但是当时出现了一种名为 黄叶病的病菌 对整个香蕉进行了一场洗礼 它会继生于香蕉根部 随着根筋一路穿梭并蔓延 而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香蕉还没成熟 就已经落叶归根了 大麦克香蕉对于这场病菌 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集体消亡了 但是可曾听闻 在泰国的村庄还有少量的存活 不知道是真是假 而我们现在市场上所流行的是 后期又改良出来的一种品种 它的能力就是对黄叶病 有较强的抗病力 它叫滑胶 虽然抵抗力远超大麦克香蕉 但是味道却不尽人意 远远没有之前的那种味道 可以说一个是天花板 一个是普通板 当时人们一时接受不了 但是有的吃总比没有的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 滑胶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 成为新一代的交往 可以说现在你们所有人吃的香蕉 大部分都是滑胶 虽说人类的科技在急速进步 但是香蕉的克星黄叶病也进化了 1990年后 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被黄叶病包围 这次连抵抗力强的滑胶也不是对手 2016年还有过报道 声称香蕉出现了大面积死亡的现象 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物理阻隔 采用销毁感染香蕉等方式 想试图阻止这场病菌的蔓延 虽说有效果 但是并不能完全阻挡 所以说香蕉的发展史并不容易 大家且吃且珍惜吧 没准再过几十年 可能连香蕉都吃不上了